而这个老虎要怎么样打呢 现在对中国大陆的中纪委来讲呢 他发现要怎么样打 从何着手 最后他居然必须信赖的是新浪的微博 这说起来非常的讽刺 但是呢因为基本上微博里头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匿名 这里头当然有他的争议之处 比如说你可能基于政治斗争 把你不喜欢的人把它揭露出来 但是对大陆来说 现在贪腐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因此到现在为止 他们决定信任微博 那这个信任不是没有前提的 就是说你的消息 我初步的把它拿来 那有些消息呢 经由查证之后 发现是事实就立刻抓了 那因此在微博里头 就有一些人专事爆料 他甚至被认为是犯贪腐的英雄 我们刚所看到的朱瑞峰 就是刚才在前面已经揭露出来 在前面的新闻里头 我们看到的朱瑞峰 他揭露了好几个案子 现在他在整个大陆里头 就像一名当时台湾的 红杉峰一样的反贪腐英雄 他叫朱瑞峰 自称是一名公民记者 他架设反贪网站 专门揭发地方官员的弊端 我们网上发的都是处级上的干部 更多的是厅级干部 因为厅级干部 中国内地的很多媒体 他们对他没有曝光 没有监督 可能对他进行曝光了 可能会受到一些额制 报得不出来 所以说我们现在选的就是 一般都是厅级 或者以上的官员 选的更多一点 这个影响力比较大一点 老百姓可能他会狂欢 网民会狂欢 更加兴奋 2012年11月 重庆地方官员 雷正傅的性爱视频 在网路上被疯狂转载 三天时间 这名官员被免职 接受调查 内容就出自于 朱瑞峰的调查网站 全球正上演一场资讯革命 同时也是一场 足以撼动专制政权的 政治革命 中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 而发生的群体事件 高达十多万起 在中国社科院所发布的 2013年社会蓝皮书报告中指出 在突发事件中 有44.4%的年轻人 相信微博上的资讯 而只有38.7%的人 信任央视全国性的新闻联播 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 占了21.6% 年轻人对微博的信任 高于官方媒体 现在微博的这种出现 导致于说信息一天一变 对吧 舆论的走向也是 可以说是忽左忽右 忽东忽西 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 微博能揪贪官 爆黑幕 小则官员被拔掉了乌纱帽 大的足以动摇博本 办事快狠准的王岐山 在18大后立马有行动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晨 成为第一个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 随后被调查的地方高官 还有国有企业主管 周九庚这位就是天价烟局长 杨达财 注意看他的手表 他就是表哥 善曾德 这一位是写离婚保证书的 还有雷正复 是重庆不雅视频的男主角 那么他们都是在网络反腐当中 落马的 在中央高层大喊速摊的风气下 光靠风际部门的扫荡 恐有一定程度的难题 网络成为转型期的最佳媒介 网络监督对此睁之眼 闭之眼顺势进行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微博的平台 能够更好去搜集网友反馈的这些情况 然后给相关的制动部门进行反馈 然后他们会最快的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那么这种机制也就很快得到了网友的认可 微博点燃了大陆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 透过像朱瑞峰这样的人 让网民有种大快人心的感受 但连朱瑞峰自己都认为 这并非长久之计 我觉得用这样的视频来 曝光一个官员 然后把这个官员扳倒了 我觉得这不是法治的进程 正常的法治进程是依照宪法 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或者是这些官员的权利 都在阳光下进行运行 这样的腐败分子 这样的话腐败分子才无处长生 朱瑞峰自称他长期替外媒打工 也有不愿公开的企业赞助他成立的网站 更有许多专家学者给他意见 甚至有一些北京的一些官员 一开始对我网站进行考察的时候 他们就给我了一个评估 他说我们考察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这个网站其实做的都是依照法律 做的都是比较合法的 但是我们不敢公开支持你 2008年2009年过着两年 2008年是奥运年 2009年是敏感年 以后从来没有任何部门来找过我的事 当然这些爆料内容绝非靠朱瑞峰等网络红人 能取得的 许多秘密的贪污文件 证据陆续透过网络传递 获得民众的支持和信赖度也更加稳固 乐观来看这是改革的契机 悲观来看政府部门的公权力荡然无损